好 我們看看 現在是初選的時候 然後楊秋新又突然來了這一棒 楊秋新為什麼出來了呢 因為雖然郭台銘直接講說 他跟楊秋新沒什麼交情 但是他對楊秋新來講 韓國瑜更可怕 韓國瑜可能會贏得國民黨的初選 他一定要把他阻擋下來 那為什麼韓國瑜會贏得國民黨的初選呢 切瓶到最近有個話語叫做 首帥 首帥 那不是過年的時候嗎 國瑜為儒 國瑜為儒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看我呢 平常呢每天回去大概七八點 然後呢我回家我家那河堤 來整理很漂亮的散步一下 這幾天去的時候都沒什麼人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手電話 大家都回家去手 然後敏鋒也跟我講 碰敏鋒他家的游泳池 是傍晚的時候有很多大媽在那邊游泳 每次去的時候都很急對不對 他現在游得很愉快 因為大家都在手電話 而這手電話裡面就出現 他們就是呢 有一台呢在那邊偏偏播 而且韓國瑜呢 專法一般分兩天 國瑜陪你一起守夜 然後大家從六點那邊就守在那邊 我們平常有些社區呢 要去組織一個社區尋守隊 都很難 那媒體裡面就會報導說 他們那邊呢 多麼的積極啊 二十個人把手機通通集合起來 然後呢每個人打電話說 那個小平啊 你在外面幹什麼 趕快回到家裡 守好你的電話 這個叫做電話守護隊 我們就擔心一個大媽一個人又很危險 對 還不只如此呢 甚至於有個大叔呢 他在那邊有時候上廁所或什麼的 他很擔心啊 他家有三支電話 都是無限的 拿個袋子 皮力袋放在腰前面 三個電話快在這邊 上洗手間的時候 如果想說一定拿得起來 大家都很怕錯過這電話對不對 很多都錯過這邊 因為像我們有個同事就跟我講說 他搭公車的時候啊 然後後面有一群就是韓粉 然後他們就跟公司司機講說 你開快點開快點 他想說發生什麼事 結果他們就說快點 已經快到六點鐘了 我要趕快回家接電話 所以大家都很著急 甚至有一個人呢 是說他媽跟他講說 兒子啊 你現在要回家 這幾天都一個禮拜都可以帶便當回來 因為媽不想煮飯 因為煮飯的時候廚房太吵 我爸聽不到 所以你都給我帶便當回來 然後就是說你看到國瑜 手碎這個狀況有多麼的恐怖 恐怖到的話呢 甚至於呢 這是一個人在臉書上貼出來的 我媽媽說 我爸爸從早上六點 就走在話機旁邊 走到晚上十點都不敢離開 他說爸爸你搞錯了啦 是晚上六點才開始 真的是我傍晚六點才開始 到早上六點 就在那邊等什麼啦 他就是手在那邊很緊張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 太緊張了啦 有個韓粉 在韓粉的粉絲場裡面 非常的得意 為了要接她 他還只是有上班 然後上班回家要煮飯 他就叫他說 老公 你不要動 你給我守著 然後我到九點 晚上九點才回來 回來說我可能還要去煮飯 還要去煮宵夜吃 所以叫你老公呢 只好叫他退休的老公了 在家裡顧電話 顧電話 他問我說 老公就說上廁所怎麼辦 你拿一個小桶子 放在椅子旁邊 是有沒有那麼緊張 然後呢 如果你尿題了 他自己寫上來的啊 就是這樣一個 國於圍爐 國於首帥 這一個禮拜